好 我最近剛剛殺青 然後 殺完青就趁著有時間去做了一個身體檢查 身體狀況還好嗎 身體狀況非常好耶 而且那個我自己有驚喜 因為那個醫生還跟我說 哇你的血管就跟25歲的人是一樣的 然後我的整個狀態都是25歲的年齡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平時蠻注重保養的啦 對所以 嗯 還是有成績的 然後我之後我會回去馬來西亞 休息了 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後去參加我二十幾年都沒見的好朋友 同學們 這是國中的同學會 對 所以有期待會見到什麼 有初戀女友嗎 喔這個有緊張一下 其實我有問她有沒有去 她沒去 她沒出席 對她 沒有 因為畢竟這麼久了 只是想說看一下大家 現在長得怎麼樣或者是過得好不好 當然大家過得很好我就很開心 就是 那我說你是暖心大師 嗯 有什麼平常做得很快的事嗎 就比如說這次要回去同學會也是 我覺得 算是一個蠻暖心的動作吧應該 因為大家都聽說我要回去都要來了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畢竟大家都二十幾年沒見 是 真的 我不知道到那時候見到他們的時候 我會不會感動到激動到落淚 我也不知道 可能到時候要看我的直播吧 對另外一半比較軟的做比較好奇 嗯 對另外一半啊 我會 嗯 嘘寒問暖 基本的 對啊 然後 算比較關心的時機 很興趣嗎 唉 好久沒有那個動作了 想一想啊 多久多久 蠻久的耶 欸 可能算是煮飯算嗎 可以了好勉強 好勉強啊 那你覺得有什麼比較 比較貼心的小動作是你比較特別的 自己親手做禮物送給他 因為現在都都比較 比較算是 花錢買禮物或者是請吃飯嘛 那我覺得自己親手去克制一個禮物 其實是 現在的人越來越少會做這件事情 嗯 我以前都是親手 喜歡親手寫卡 做卡片 然後去製造一個 可能相寬 然後 直接把那個 喜歡的東西都黏上去 對對對 是因為可能我是念建築系的 所以我比較 擅長做這個模型的東西 所以你是手很強的 對對對 剛剛有說地圖會很喜歡攝影嗎 嗯 拍攝的時候也會就是 趁空檔 拍一些 拍一些工作人員 然後 或者是一些 對戲的一些 畫面 我都會拍 對 所以會拍到其他人 說你們要再拍 不會 我覺得 我還是會尊重他們 因為不會去干擾為主吧 嗯 那感覺好像自拍比那些照片還沒 對 因為自拍可以隨便PO啊 然後拍他們的話 想說 我問一下好了 可不可以PO 這樣子 我覺得是一種麻煩 自己收藏 最多三張吧 對 以前比較多 現在越來越少了 就覺得膩了吧 哈哈 以前很多喔 現在比較少了 我覺得還是 收斂一下轉一個型吧 所以現在要轉成什麼樣的型 嗯 熟男 嗯 就是太多小鮮肉出來 我覺得 還是 只是轉一下型比較好 嗯 沒錯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工作計畫 跟我們透露一下 接下來會去韓國拍 拍雜誌 對對對 先拍一些雜誌 然後 就 等大陸的戲劇 對對對 因為我們那個戲劇 其實已經聊了好久 都在 都在改劇本 所以我還在期待 韓國有很多男生 自己對自己的 完全沒有在怕 哈哈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型都不一樣啊 就是 呃 都有自己的好處和優點 當然不能 不能因為大家 別人長得好看 然後 就覺得沒有自信 畢竟我們站在目前的 還是要有 自己的優點 讓大家看得到 這樣子 所以之後是想要進去韓國 沒有啦 只是去拍拍而已 對啊如果有這個機會 當然 OK 就是歐巴馬 對 韓國比較流行 熟男 哈哈哈哈 OK 謝謝 謝謝你 謝謝